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在5月间宣布要争取独立参选总统 但是今天下午他宣布因为无法在45天之内 依法交出将近30万份的连数书 他将不再继续参选总统 施明德在发表声明的时候一度哽咽落泪 他的声明题目就是 30万的门槛我跨不过去 他强调他一生跳跃了三次死刑的高栏 也越过三次肝癌的高墙 但这一次却跨不过高门槛 对支持者表示抱歉 他也强调想要对2016的新总统说几句话 请他们记住权力取得的正当性 权力拥有的谦卑性 以及行使的公益性 他也说希望大家能够像他一样 永远怀抱信心 亲吻希望 他也再一次的叮咛 和解是台湾唯一的路 不要再让内耗毁了台湾 施明德今年74岁 他曾经坐牢25年 也曾经领导百万红山军 但这一届的大选 终究无法如愿成为国家领导人 台湾平复差距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忍不住事累 原本打算参与2016总统大选 却在大选公告前一天宣布退出选举 我一生跳跃三次死刑的高栏 也跨过三次肝癌的高墙 但是面对三十万份联署的门槛 我努力了 我尽力了 由于在选举公告后的四十五天内 才能联署 施明德投跑四个月 最后也只有十几万份 他担心非法期间获得的联署 会被大做文章 我正当心 他成为一个 我心理上的十字架 我不喜欢日后有人挑剔我 至于接下来 施明德会支持哪位候选人 他不愿意多说 只希望未来的总统能够谦卑正义 不要辜负台湾人的期待 一日TV前景名 黄云辰台北报道